一下手揉額頭 一下雙手抱頭伸展肩頸 柯文哲坐鎮防災中心 聽簡報看起來精神不濟 但輪到市長總結又慘電官員 這很奇怪 應該是關稅門以後開始拖掉 不是 應該是關稅門前就開始拖掉 就千萬怪怪 關稅門SOP又重修 台風菜價不穩 柯市長也有意見 再來那個慘花局 那個台風都還沒來 菜價已經漲三層你知道 這個管住也實在是太差 店自己人很威風 但柯市長自己研議 北北基核時宣布 台風價放不放 引起新北基隆不滿 那昨天我們市長 並沒有去做投訴 是睜眼說瞎話嗎 前一天原店晚上8點才宣布 但柯文哲幕僚 提早在5點 透過LINE群組發布消息 讓新北基隆錯愕 基隆市長林用昌認為 北北基大家一起做決定 不要雙北自己做決定之後 才告知這對基隆市不尊重 而新北人事處也打電話 向台北市抗議 我太初就把規則講清楚 因為現在一般是講 沒有特別宣布就是要 正常上班上課 所以你覺得這次SOP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他們是覺得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 你去詢問台北消防 我們北美基孩子就持續溝通 所以我沒有任何評論 你就過了 你去哪裡賣 買得好好考慮 金融床林用昌不想再談 但沒有難色 台風價的政治學 同樣都是直轄市長 新北基隆也不想 讓柯文哲一個人說了算 這檔案就已經重用無聞 這叫台北報導